這段影片最主要是在統測之前和大家溫習一下 涉及到指數率、公式、因式分解 後面還有統計關於割頁圖 然後還有變分和多紅色 由第一題開始 A的負7除分 下面A的2乘4次方 所以A的8次方 然後記得除法有一樣的底 除法就是指數由上面的指數減下的指數 所以A的負7除分,減回8次方 就變成A的負15次方 題目一定是要求你用正指數表達的 但現在是負指數 所以我們就用回我們學過 負指數即是除分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把它轉為正指數 代價就是把它放在份數線的下面 這就為之做完第一題的要求 第二題也是差不多的 外面沒有括號 所以不需要用乘法 但是M和M 上下都有的 所以我們應該用減法把它抵消 先 M的負7減去4次方 N就是2次方 減下面的負2 減負數就有需要寫一個括號 所以下面那行就是M的負11次方 N就是正4次方 留意正乎 不要搞錯 那也是一樣 題目要求用正指數表達 這一部分是負指數 即是要轉 但這個已經是正 所以不用動 所以我只針對這部分來轉 變成1除M的11次方 乘回N的4次方 所以根據分數成法 分子乘分子 分數線上就是1乘N的4次 分數線下面就照抄M的11次 這樣就為之做完了 不難明白的最重要是準確 下面那一題目標是用X成為這條式的主項 即是這個陳述了X和Y的關係 最終就是要推論到X等於什麼 而最重要是留意 這個什麼東西是不可以有X的 不能夠用自己來表達自己 解釋不清楚 這題目最大的問題 都是分數會令我們計算很複雜 不想要隨意的話 我們右邊就想乘2 但如果你乘2 就左右兩邊要一起做 所以下面就變成2Y-4 2和2底消了 所以是5Y-3X 我們的目標就是X轉為主項 所以我們凡是看到X的項 我們都會想要的 我把X的項都放在左邊 要放在左邊的話 其實就是兩邊加3X 然後剩下這些都是垃圾 全部都不想要 所以兩邊減2Y,兩邊加4 剩下3X就等於5Y-2Y再加4 3X同類項合併 所以就變成3Y加4 最後就是兩邊除以3 3Y加4除以3 3Y加4除以3 我們就成功用Y沒有X 來表達X等於什麼 下一題也是一樣 第四題我最討厭的是分數 我不想要2-m 所以我應該要兩邊都乘2-m 留意一定要寫括號 要是整個一起乘 乘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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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4-m 除以我們現在是目標 所以這三項要放在左よ 順利沒有N 的項要放在右 ớt 所以 5N 的兩邊減 8N 和 2 邊加 4Nm 等於把兩邊一起減 6 所以放在右邊就變成負 6 有同類項,所以加在一起就是 13N 再加 4Nm 等於負 6 我們想要的是 N 留意兩個項都有 N 所以我們要提煉出來 即是抽出來 13N 拿走 N 只剩下 13 4Nm 拿走 N 只剩下 4N 最後就兩邊除掉這個,因為現在是 N 乘什麼 不想要它,就兩邊除掉這塊東西,我們就可以弄走它 所以兩邊除掉 13 加 4N 你可以寫固好或者不寫固好也可以 這就是第四題的答案 第五題 A 要求因式分解 因式分解是根據這些步驟 先看看有沒有供因 如果沒有供因,就看看是否橫等式的格式 來把它簡化變成什麼 都不行,先用最後的絕招交叉相成 這題內只有兩個項 我們可以留意到 4 和 6 都可以除 2 兼且兩個項都有 X 所以我們應該是抽公因就能做到 所以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抽 2 和 X 出來 4 除 2 只剩下 2 x 除 x 只剩下 1 倍,不用寫 Y 即是正義正式豆腐 6 除 2 就是正式豆腐 6 除 2 就是正式豆腐 x 2 次剩下 x 1 次剩下nea 我們留意阻礼中 沒有 миллиPor el4 沒有不寫 tet 又沒有平方 又是其他功因 我們便要作為 C 完成因式分解的步驟 分解都不能再分解 B 部分已經可明顯頭兩項是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應該用回我們之前的結果 鑿要來找我們之前的反省 接著新加的部分,我們要考慮一下有什麼功因 -12 和-8 都可以除以4 所以如果我們抽出4 就會是-3x 和-2y 但其實我們想要的是-2y 和-3x 就一樣 所以這個抽法就不太方便了 我們應該要考慮的是試試抽出-4 然後我們要考慮一下-12 除以-4 -12 除以-4 就會得到正3 所以這個是正3x 同樣道理,-8y 除以-4 就會得到正2y 現在其實是有兩個項 一個項是這個框,第二個項是這個框 我們比較一下兩個項,我們發現2 和-4 都可以除2 所以我們要抽2這個功因 另外這個括號明顯地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抽的就是2 和那個括號2y加3x 剩下的就寫在裡面 第一個項,2抽出來沒有了 括號抽出來,所以只剩下x 第二個項,-4除以2,就會剩下-2 另外一個括號也拿走了 所以也沒有括號,所以這個就是最後答案 你是沒什麼需要把它拍齊抄多次的 所以就這樣留下它就可以了 再跟著下去就是百分比的題目 凡是看到文字體,最應該就是直接翻譯它寫什麼 千萬不要有什麼特別的改動 所以別人說加明的身高是162 即是代表加明 就是等於162cm 另外一樣東西,他即是代表加明 比 是什麼,為什麼,給什麼 但多數都是代表等於意思 所以在這裡是代表加明 等於偽葉 矮10%,即是小10% 所以整理一下 加明等於162cm 另外呢 加明等於偽葉小10% 這個意思呢 是原本1倍 減少0.1倍 即是減少10% 小10%是這樣寫的 所以加明呢 本身我們已經知道是162cm 所以我們把這個 我們換轉寫法寫作162cm 那偽葉呢 偽葉現在是未知的 是我們要求出來的 乘回0.9倍 1-10% 即是1-0.1倍 即是0.9倍 那如果我們當了 平時寫的偽葉 即是X 我們要得到偽葉 不想要0.9 所以我們就有動機 兩邊去做相反的操作 即是隨以0.9 右邊順著下去 一樣東西 除了一樣東西 就會抵消了 所以就只有偽葉 提煉到我們想要的東西出來 我們按照162除以0.9 更新 即是180cm 最重要是答題 因為你不確保 效官明白你寫什麼 根據現在考制的要求 就算你用中文字這樣寫 基本上他都會給你分 當然最好 或者最數學式的寫法 就是切偽葉的新高為Xcm 然後就用X來寫 但是這樣是相對易明很多 亦都會清晰很多 現在就有第三個人 加名偽葉之外 有第三個人叫自建 給加名高10% 所以要做事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自建這個人 等於加名高10% 高10%即是一再加10% 在一倍以上 額外多加10% 智慧是不知道的 但是加名本身已經知道 就是162 162乘1.1倍 這樣便會計到178.2cm 所以跟直觀看 是有少許分別的 可能有人覺得 矮10%相反 加10% 這是錯的觀念 因為矮10%相反 是除0.9 跟加10%1.1 是不一樣的 所以要留意這個情況 他問你身高相不相同 那你答案當然是不相同 千萬不要懶寫最後幾個字 因為你搞那麼多 其實目的都是為了 支持你的理據去回答問題 所以你只算一大論 不回答問題是很奇怪的 好,第三題 有個媽媽把課堂 分給美兒子晴施永三個人 美兒所得的課堂數目 比子晴多25% 如果你幾句連在一起看 你一定想不到 所以我們要逐個分開來表達 我們先看第一句 美兒所得的糖果比子晴多25% 所以現在是說美兒等於子晴多25% 即是一倍再額外加多25% 跟剛才一樣 暫時就做不到什麼資料 總之就先翻譯了這一句 第二句 子晴的數目比子晴多10% 一樣 即是說子晴 就等於子晴多10% 1加10% 現在應該相對比較熟練 第三句就是最直接的 子晴所得的數目為 即是240 所以我們發現到 我們最先用到的就是第二條色 因為有C-Wing的存在 所以我們就把它繼續寫下去 就會等於C-Wing240 1.1倍 即是264 然後我們知道了子晴是264 我們又可以放回第一條色 所以你不應該寫在上面 你應該在這條線以下 你才繼續寫下去 美兒所得的就是子晴 即是264的1.25倍 這樣便會計到330 搞這麼多事情 了解清楚的狀況 就看看他問什麼 他問的是最初的糖果數目 即是原本的一包 分給3個人 所以其實就是問這個 加這個 再加這個 是總數 即是等於854顆 然後B部分 他就問美兒所得 是比C-Wing多百分之幾 就這樣看 所以我們就切了比例就是R% 然後又一樣 我嘗試翻譯這條色 美兒比C-Wing多百分之幾 我們計算R 美兒比C-Wing多百分之幾 我們的目標是計算R 我們是有美兒的數目 亦有C-Wing的數目 所以我們是寫330 等於C-Wing240 的1加R% 要得到1加R% 我們就兩邊除240 即是1.375倍 就等於1加R% 但我們要用百分比來表達 所以我們就用小學學過 0.375倍 就是R% 但我們要用百分比來表達 所以我們就用小學學過 0.375倍 即是37.5% 就是R%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只看R部分 就是37.5 所以最後答題的結論 就是美兒的數目 比C-Wing多 37.5% 做文字題 最重要的是 直接去計算答案 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們永遠做的是 基於題目的某一個資料 然後我們就翻譯了一個數色 或者一個關係 之後再解析等式 再解析